大家好,我是玉儿 今天我们来做个秘密基地 我们就是在这里 正好我也来教大家怎么做秘密基地 我来教大家 请问我 不好意思 刚刚有客人来了 刚刚我的家人在说话,所以别介意啊 点击菜单,点角色编辑,然后点物品,点击道具 接下来你就可以做了 我先把床给做了 我们先放个人柱,把屋里给关掉 然后调成你们喜欢的颜色,我这里选的是粉色,然后放大 刚刚是我家人,别介意 现在我们继续做 放大到你想要的程度之后,把它往下调就行了 然后呢,我们再放一个人柱,再把屋里关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颜色就要调成白色 然后呢,我们再放大一些 就是,不过呢,要比刚刚放大的要小 这儿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我们把它往下放,这次要高一点 别问,别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别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女人柱,这次我把手放在这里 好,再放个床 然后呢,在这里可以调整角度 然后我们把它弄小 然后再往下放 这样片的面 这个有点不好 然后可以在四周放点东西 我这里就放个花灯 但是呢 然后呢 你可以查颜色 我这里很大也是那个 就是不明显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可以放一些东西来遮挡 我这里放个红白窗帘 调整角度 然后放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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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差不多就好了 然後我們在這裏也放個 5,6差不多就好了 5,6差不多就好了 然後我們在這裏也放個 然後這裏我把它 弄成樹枝 因為這邊比較窄 然後把這個切口給補上 然後我們可以在裏面再放點東西 比如說這個 我們可以在裏面再放一些 我們可以在裏面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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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 那你們有摸摸的 再見